Yo,我是老A 這幾款啊,魂商店你有搶到嗎? 這幾款真的是我一隻都沒搶到 我不知道他怎麼可以一次搶到四隻 光單一隻結帳就已經轉到已經不知道轉到哪裡去了 他居然可以四隻全有 所以今天就跟極見借了這四隻來開箱一下 那當然因為每一隻都開的話 可能影片會拖很長 因為我的影片都習慣在大概五分鐘左右就結束 所以我會大概分個幾個星期的時間 就是陸陸續續介紹一下 就每次都挑一款來介紹 然後反正就大概四個禮拜就可以解決了 反正我也是非常期待 因為這個是應該是第二次生產 就是我也不知道這個是第二次生產 還是他是輕庫存 因為台灣基本上是好像第五秒鐘就沒了吧 所以別人說我也不知道說這個是吃日本剩下來的庫存 但是日本的魂商店卻反而數量好像沒有到那麼少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因為我在第一次生產的時候 哇這個是幾年 我看一下這個是幾年的時候生產的 2015年應該差不多都是2014 2015年左右生產的模型 那個時候我記得第一次預購的時候 其實沒有很困難 就是數量一直都很多 好像都沒什麼人買的樣子 然後就這樣過了五年 然後過了五年之後就 哇 那個價錢啊 就是一枝難求 然後就好不容易哇 日本魂商店再犯了 然後台灣也居然有配額 結果但問題是台灣 一個數量都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從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 應該是薩克這一款 是很多人都喜歡的 雖然我比較喜歡德姆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從這個薩克06F開始看起吧 就是 因為畢竟這麼 稀花的薩克真的是 你只有在這個魂商店 MG看得到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趕快來開箱這一款吧 封面啊 這一款是2014年 好像是這個系列 就魂商店系列的第一支吧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也不是這麼多人喜歡 但是就是因為它很多的勾邊條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樣的勾邊條 是濕貼呢還是水貼呢 就反正我非常好奇 打開 看到的啊 這種薩克的這種顏色啊 真的是跟平常的薩克顏色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它是這種比較像深綠色 就是很 又不是那種很綠 我不知道有點像 就是不會形容的綠 反正你自己看很像忍者龜 那個忍者龜的綠 這種顏色啊 雖然它整支組起來 其實顏色就是 就是跟就是 就是因為畢竟薩克嘛 所以其實顏色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這種很特別的綠色啊 跟一般那種 就是一般的那種烏龜 像烏龜不是忍者龜 要的綠 就是就差很多 所以其實這支真的 你如果有收薩克 然後突然有一支這個 真的是會非常的不一樣 那板件部分的話 其實它就是分成外裝甲 跟內骨架的部分 好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在目前為止 其實看起來其實就是 顏色不一樣的薩克 然後它的就是菜刀 就是長這個噴顏色 其實最重要的應該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應該 看起來應該像是實貼 但是它是有那種 浮雕印的這種感覺 所以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漂亮的 而且好像目前也只有 這種模型有而已 後面好像一般的MG 也沒有這種比較特別的貼紙 好再來我們直接看說明書吧 說明書的話 對它就給你一般的 綠色的薩克的貼紙 好不然說明書 真的是 就是吵架吵成這樣子 結果一打開 居然裡面是通販的說明書 感覺有點shed 好裡面是這一款 應該是2.0的樣子吧 然後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款說明書 這一款說明書的話 它就告訴你說 就是它那個 這個立體的這個貼紙要貼哪裡 但是因為這個立體貼紙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它比較硬 所以我覺得貼的時候可能要 就是如果以後 它翹起來沒有黏性 你可能就是 要再好好加強一下 可以看到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就是 就是限定的感覺 至少它還不錯 不是只有改色而已 它還給你多加一些 那個浮雕貼紙 好就是這樣子 就是武器吧 武器跟貼紙 就插熱 好 今天就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這一款 我知道你一定沒想到 好 所以你就繼續看開箱影片吧 我們下一支再見了 拜拜